夏天在持续,温度还是比较适宜温暖 进入8月份了,看我的玉米,豆角,南瓜,基地已经长高到2米多了 我已经掐了,打了顶了 底下的豆角已经每天可以收一大盆了 只是这个玉米怎么这么细啊 看样子根本接不出来玉米,只是当了一个支撑杆了 南瓜还不错,不过好像结果率不高 都是熊花啊,让我剪掉了好多熊花 还没有看到瓷花出来 第二片玉米,豆角和南瓜基地 这边显然没有那边长高,是阳光问题,还是湖壤问题 还不得而知 豆角好像接得比那边要多一点 这是那长豆角,也爬上了鞋藤 底下呢,这就是那一片蜜蜜 一会儿我就要揪了,今天要吃一顿炒蜜蜜和烤蜜蜜 旁边那个Q可能被这个蜜蜜挡住阳光 长不出来了 西瓜越长越大了,现在要给它把侧枝修一下 给这个西瓜做一个支撑 用往兜给它,兜一下吧 帮助它这个重量分散一下 这个不用的小枝给它修一下 好嘞 上面还留了一颗小瓜 长出来了,估计这一个支留两个吧 大黄瓜丰收了,20米 再剪了 上面还有 这个明天可以丰收 再往上面还有 看看一封 再给兽粉 是另外一颗黄瓜,底下有两个啦 上面还有很多的花 上面有一个小,侧枝上有一颗小的 看来要剪一下枝 丰收了 第三颗黄瓜 第三颗黄瓜了 后面有第四 上面还有 那片草莓地 我给它拔了以后 又重新种了豆角了 也长出来了 这是旁边一颗南瓜 吃了一个鞋架 吃了一个鞋架 爬上了fans 修剪那一片黄瓜基底 看来 涨势还不错 看来底下修了以后 让它通风 还是有道理的 侧枝可能还需要再修一下吧 底下的黄瓜还结了不少 看来 看来没藏在叶子底下 黄瓜 里面还有 真有意思 看 在叶子后面 小的 小黄瓜后面 小灯笼 硕果累累 叮咚叹咚叹咚 等它们变红吧 西红柿一个个都出来了 什么时候变红啊 估计还是需要温度吧 另外的现象是我种的这个Kale 为什么在有的地方长得还不错 有的地方你看这叶子全被是动物吃掉了 还是自然脱落了 旁边还有两三颗类似的情况 这是什么问题呢 生菜基地旁边那我已经把头都剪掉了 应该是快拉秧了吧 长得很高已经东倒西歪了 支撑不住了 柿子椒啊柿子椒长得好慢啊 看来以后不能种这个品种了 太费劲了 别的好多植连花都没开 这两颗豆角架 结了不少果实呢 看看 这家武士顶上有风能长到三米 已经打顶了 绿色的很好看呀装饰 进化了 这下一个前一步 也好 这一步 刚开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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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